今天我們來看《以弗所書》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三節 我為主被求的勸你們 既然蒙照 行事為人 就當於蒙照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明所賜 何而為一的信 當我們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在想什麼 我們應該談談基督徒的道德生活 我們常聽到很多教會有這種爭論 信徒要不要有好的行為 怎麼我看不見信徒有好的行為 所以教會是不是要教導大家 遵行律法 你今天塗的是什麼香水 我沒有塗香水 為什麼我總是聞不到你基督徒的香味 為什麼我總是聞不到你基督徒的香味 你對人說你是基督徒 你對人說你是基督徒 你很關心你的員工的老闆 但是你講一套 做一套 每一個員工都害怕你 你的信仰跟你所行的完全不一致 這樣教會不會有好的見證 教會的名聲就會被破壞 這個現象並不是現在才有的 在第一世紀的時候 使徒雅各的教會 裡面有人看不起窮人 有人爭權奪利 互相打鬥 另外有一個教會 哥倫多教會 受到保羅非常嚴厲的責備 受到保羅嚴厲的責備 因為他們分黨派 還有人犯奸淫 更有人犯奸淫 名聲壞得很 那我們是不是時候應該整頓教會的風氣 讓外面的人 都尊重教會 這樣福音才能夠傳得開 所以這不是現在的問題 其實是每一個時代的問題 每一個時代都應該注意到教會的道德問題 每一個時代都應該注意到道德的道德 你說聖經不是這樣說的嗎 信的人從初領受了新的生命 脫離了犯罪的生活 脫離了犯罪的生活 怎麼現在又掉頭走回去 為什麼現在又掉頭走回去 要講道德 講行為 要講道德 要講行為 那跟其他宗教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主耶穌早就告訴我 其實主耶穌早就告訴我們 祂來這個世上 祂來到這個世上 祂在殺種 祂在殺好的種 就是好的種子 能夠長出麥子出來 能夠長出麥子 但同時間 仇敵魔鬼又來了 祂要來殺壞的種子 這些壞的種子 祂能夠長出來的東西 祂能夠長出來的東西 不是麥子 是敗子 是有點像麥子的那樣的敗子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營養價值的 但是主耶穌怎麼說呢 你不要看 哎呀有敗子了 我們把它拔起來 不要這樣做 不要把壞的麥子拔出來 不要把壞的麥子拔出來 免得拔錯了 你把好的麥子也拔出來了 你把好的麥子也拔出來了 所以主耶穌其實在告訴我們 真假信徒同在一個教會 是免不了的事情 是免不了的事情 不要自以為聰明 不要把假的信徒趕走 我要把假的信徒趕走 你可能分不出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你可能分不出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你要等末日的審判來了 等末日的審判來的時候 真假就分出來了 我們的主才是一個神態官 我們的主才是審判官 他會審判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他會審判誰是真 誰是假 所以在這裏 他是不是教我們 要學習道德教訓呢 在這裏 是不是他教我們 怎樣去學習道德呢 是不是應該有基督徒的道德呢 是不是應該有基督徒的道德呢 是不是要做一個努力 要好道德的人呢 我們是不是要努力 做一個好道德的人呢 不是的 這段經文不是這樣說的 這段經文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好道德的人 因為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好道德的人 你需要學幾十年 你要學幾十年 好像盧家的學者 好像盧家的學者 你過了幾十年 你看見他們是道貌岸人 你過了幾十年都仍然見到他們到 你非常尊敬一個這樣的人 因為他花了幾十年來學習這個道德 如果我們基督徒也要像他們一樣 要學道德教訓 你不會馬上改變的 你需要花幾十年 可能幾十年都不會改變 所以到底這裏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來看 先來看相稱 先來看相稱 我為儲備求的確 你們既然盟造 行事為人 就當於盟造的恩 相稱 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相稱 就是說 一個天秤 有兩邊的 相稱 就是一個天秤 天秤 天秤 有兩邊 兩邊應該是相等的 兩邊應該是相等的 如果天秤這一邊種了玫花 玫瑰花的種子 如果天秤這一邊種了玫瑰花的種子 天秤的另外一邊 天秤的另外一邊 應該長出來了就是漂亮的玫瑰花 應該長出來了漂亮的玫瑰花 現在你在這裡種了玫瑰 現在你在這邊種玫瑰 怎麼在那邊長出臭草出來呢 這就是不相稱 如果我們每個基督徒 都不相稱的話 都不相稱的話 我們所學到的 我們所從主所得到的生命 我們從主得到的生命 跟你活出的生命 不相稱 跟你活出的生命不相稱 你應該有了屬天的生命 你應該有屬天的生命 你應該在另外一邊發出基督的香氣出來 應該在另外一邊發出基督的香氣出來 這樣人人都覺得 哎呀聖靈在你身上有很好的工作 人人都會覺得聖靈在你身上有好好的工作 如果你要這樣聖靈的生命表現出來 如果你有這個聖靈的生命 要活出這種生命的光彩出來 這就是主的要求 這就是主的要求 主不是要求你有道德 主不是要求你有道德 要求你生命成長 不是要你生命成長 這裡不許教你怎樣忍氣吞聲 這裡不是教你怎樣忍氣吞聲 哎呀這裡有事情太多了 我們大家息事令人 我們息事令人 不要講話了 不要講話了 大家安靜下來 大家安靜下來 大事發小 小事化無 小事化無 主不是要求你這樣 主不是要求你這樣 所以祂不是說你要忍耐 祂不是說你要忍耐 你要溫柔 祂是要你溫柔 你要謙虛 不要跟人家爭了 不要跟人家爭了 祂不是要你這樣 神不是要你詐作不知道 神不是要你詐作不知道 神要的是真正的和平 神要的是真正的和平 你不要關上你的門上了鎖 你不可以關上你的門上了鎖 當作沒有事情發生 主要求你生命成長 生命成長是可以長得很快的 不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學這個道德 只要在開始的時候 你在主面前得到聖靈的感動 你要誠心誠意地在祂面前認罪悔改 你要誠心誠意地在面前悔改 在那個時候 你心裡面忽然之間 幾十年你所犯的罪都浮泄出來 幾十年的罪你都會發誓 你會情不自禁地 你會情不自禁地 在主的面前一件一件的把罪都承認出來 在那個時候 聖靈就會把你原本那個誤會的生命 聖靈就會把你原本誤會的生命 那個有缺點的良心 把它改造過來 將它改造過來 聖靈會重生你 那你裡面就有那個新的人 那你裡面就有新的人 這裡叫做裡面的人 那你裡面的人是非常願意遵行神的律法的 你裡面的人是非常願意遵行神的律法的 非常願意遵行神的旨意的 非常願意遵行主的旨意的 當你願意聽從的時候 你願意聽從神的話的時候 當你願意聽從神的話的時候 你很快你的生命就徹底地改變過來 你很快你的生命就會徹底地改變過來 我希望每一個人 我希望每一個人 都應該有這樣的經歷 都會有這樣的經歷 因為教會在地上 因為教會在地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做世界的燈台 就是要做世界的燈台 要照亮周圍的人 要照亮周圍的人 讓世界的人 讓世界的人 看見福音的真光 看見福音的真光 如果在教會裡面沒有光 如果教會裡面沒有光 人就不會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信耶穌 我們為什麼要信耶穌 我又沒有光 你又沒有光 為什麼要信你的耶穌 你又沒有光 為什麼要信你的耶穌 如果教會沒有能力 他們就不會受吸引來到教會 他們就不會受吸引 進來這裡 所以教會是傳福音的中心 所以教會是傳福音的中心 過去很多教會都常常開佈道會 但近幾年來 這個是全世界的風氣 很多開佈道會的 都沒有果效 來的人只有一兩個是新來的人 來的人只有一兩個是新來的人 大家都在相透腦筋 大家都在想 我們怎麼去開拓這個新的道路 我們要辦網絡的教會 我們要辦網絡的教會 但是我們要記住 教會 仍然是最重要傳福音的地方 當我們買了自己的地方 我們就要用它來傳福音 如果我們不做這個工作 那就是白費了主的新事 就給你買了這個地方 就不要擺佔地圖 讓你好好的把福音傳開 要你好好的把福音傳開 你說沒有人來聽福音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教會可以辦各種不同的福音活動 教會會辦不同的福音活動 不一定是佈道會的 不一定是佈道會的 但是傳福音 一定還是在教會裡面 全福音仍然是要在教會裡面 這是二千年來不變的原則 因為教會就是神 設立在全地上的燈臺 因為教會就是主 設立在全世界上的燈臺 這個燈臺需要有光 這個燈臺需要有光 就是每一個信徒他的生命都應該有見證 每一個信徒他們行事為人 遇到蒙照的案相稱的話 如果每一個信徒陳氏為人 得到他的蒙照相稱的話 他就是有光 不是要有道德 不是要有道德 不是要有光 這裡強調的是什麼 俄羅說 我為你們被求的勸你們 我為主被求的勸你們 我因為傳福音給外方人 所以被人捆綁 被困在監獄裡面 被困在監獄裡面 現在你們外方人 猶太人 全部可以在一起聚會 現在猶太人 外方人都可以一起聚會 就是說 我所做的就沒有白費了 就是說我所做的就沒有白費了 我被求的就沒有白費了 我被囚了就沒有白費了 所以你們要合一 所以你們要合一 你們不要搞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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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了我的心思 浪費了我白白地坐這麼多年的牢 浪費了我爸爸這樣坐了半年的牢 你們要合一 你們要合一 這叫合一就是這個重點 這個合一就是這個重點 要保守我們裡面合一的靈 第三節說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第三節就說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所以他不是教我們做好人 所以他不是教我們做好人 那是教我們怎樣去保守教會的合一 而且告訴我們這些非常緊急的事 他說要竭力 一定要竭力地保守這個合一 要竭力地保守這個合一 就是說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說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非常緊急的事情 是非常之緊急的事情 不但是因為我保羅信心苦苦的 才建立起這個和平的教會 不是啦 因為保羅這樣生生苦苦地建立這個合一的教會 我建立了這個包容猶太人 與外包人來同在一起的聚會 他是建立了一個包括猶太人和外包人一起的教會 我付了一個這麼大的代表 才建立起來的 才可以建立起來的 你們在這裡不要搞破壞 你們在這裡不可以搞破壞 不要搞分裂 大家都以教會為重 大家都以教會為重 且力保守教會的合一 教會發展到某一個程度 外面的事物很多都要管的 尤其是天主教 外面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他們都要管 1991年的時候 美國預備攻打伊拉克 在出兵之前 布什總統須問了好幾個宗教的大人物 他問天主教的教王 要不要打 教王說不要打 教王說不要打 他問德蘭修女 他也說不要打 他也說不要打 他問美國的比利克林 比利克林說要打 他的理據是什麼呢 就是奧古斯丁的神學 奧古斯丁說 奧古斯丁說 為了禁止另外一件惡事的發生 動用武力是有必要的 發生的話動用武力是必需要的 這些全部都是外面的事情 我們教會也不要管外面的事情 我們教會要不要管外面的事情 見仁見智了 因為世界的事情 也就是神的事情 外面的事情也是神的事情 你可以不管 也可以不管 你也可以不管 但教會內部 不能有鬥爭 教會與教會之間 也不能有鬥爭 這就是一個不能改變的事實 這就是不可以改變的事實 神不要我們教會內部有鬥爭 神要我們的教會內部有鬥爭 教會要竭力保守和平和義 教會要竭力保守和平和一 那什麼是和一呢 什麼叫合一呢 有些教會 有些教會 好像 神七使徒教會 或者是摩門教 他們穿同樣的衣服 來參加崇拜 一看你就知道 他們是摩門教會 一看你就知道 這是神使徒教會 他們一走出門外 大家就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大家就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有一個叫做 統一的外表 他們有一個叫做 統一的外表 大家都很統一 這是統一 不是合一 不是合一 教會要求的是合一 我們大家都不相同 我們有不同的恩賜 有不同的才能 有不同的智慧 有不同的程度的熱心 但是我們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所做的事情 都是合一地去做 都是合一地去做 大家同心合一 這才是合一 這些才叫合一 大家分得出什麼是統一 什麼是合一嗎 大家分得出什麼是統一嗎 大家分得出什麼是統一嗎 很多人看見外表 非常同一 看到外表非常之統一 你覺得他們真了不起 你覺得他們真好 真的做得好 你看Chick Foley 他們裡面的員工 他們的適應生 他們每個人講話都是一模一樣的 顯明他們是受過訓練的 受過大家同一的教導的 他們不會講錯話的 講的都是一模一樣 這個叫做統一 但是神要求教會的 是合一 是我們雖然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同心去做 就是侍奉神的事情 這個叫做合一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性格 有各種不同的恩賜 大家都聯合起來 一同來服侍同一位主 大家聯合起來 一同來服侍同一位主 你看我們教會 每一個主日 都有一個不同的司會 來帶領崇拜 你看到我們每一個主日 都有不同的司會 帶領我們崇拜 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到威尼公會裏面 幫他們講道 他們每個禮拜講道 雖然有不同的司會的人 雖然有不同的司會的人 但是他們講的話 都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給他們一本書 一上台 就是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 開始我們的聚會 他們奉耶穌的名 開始我們聚會 然後他們就跟著那個本書來讀 然後他們又跟著那個本書來讀 大家讀到一半 就知道下面我們要做什麼了 就知道下面我們要做什麼了 從頭到尾 他們講的話都是一樣的 他講的話都是一模一樣的 不同的人 那是一樣的話 但是一樣的話 所以每個禮拜 唯一不同的就是牧師了 所以每一個禮拜不同的就是牧師了 所以每一次都是牧師講話的時候 他們就興奮了 每一次就是牧師講話的時候 他們就興奮了 因為他講不同的話 因為他們講不同的話 那我們教會是不是這樣 我們教會人這樣 不是的 我們不是這樣的 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 有些人很活潑 有些人很活潑 有些人很風趣的 有些人很風趣的 有些是依書直說 並無虛言的 有些是依書直說 並無虛言的 大家帶領出不同的味道 大家帶領出不同的味道 這就是合一的侍奉 這就是合一的侍奉 所以他們為了供應 他們擔心這個師會講錯話 其實是不必要的 其實是不必要的 我們為了教會合一的緣故 我們為了教會合一的緣故 我們大家雖然有很多不同的人 雖然我們有不同的人 但是我們同心服侍 保持教會的合一是困難的事情嗎 這裡說 在這裡說 是聖靈所持的合而為一的心 是聖靈所持的合二為一 合一的心 如果不是聖靈所做的 如果不是聖靈給我們一個合一的心 如果不是聖靈給我們合一的心 你怎樣去解禮保守都沒有用 你怎樣去保守都沒有用 如果你裡面有這個聖靈合一的心 如果你裡面有這個聖靈合一的心 那就很容易辦事了 大家就很容易辦事了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有聖靈所生的 我們大家都是弟兄姊妹 只有我們弟兄姊妹怎麼會互相攻擊 我們弟兄姊妹怎麼會互相攻擊 因為你要記得 我們是弟兄姊妹 如果將來到了天國 跟你常常打鬥將的那個人 竟然住在你的隔壁 他說你連你鄰居 那真難看了 你天天要看到他 你怎樣辦 我們要合一 我們要有合一的見證 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我們就能夠學到這樣合一 因為這裡教導我們怎樣合一 因為這裡教導我們怎樣合一 那幾個字很簡單的 這幾個字很簡單的 我們就知道這裡全部的目的就是為合一的見證 我們知道這幾個字就是講合一的見證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簡單不簡單 簡不簡單 你學了這句話 你學了這句話 所有道德 所有的道德 所有那些學幾十年的道德觀念 都提不上這幾句話來得有效 都比不上這幾句話來得有效 所以這幾句話很重要 所以這幾句話很重要 我們中間沒有老人之帶 我們中間有沒有老人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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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背一背 我們一起背一背 這幾句話就太簡單了 你不能不背 你不能不背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很簡單 這幾個詞 真的在造到我們 一些非常重要的證明 我們中間去保持教會的合一的人 就是凡事謙虛溫柔人類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幾個詞 不是教你做有道德的人 不是教你做有道德的人 是教你凡事要懂得謙讓 不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不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是不是太簡單 不是很簡單 跟著做有能夠保持教會的合一 跟著做就可以保持教會的合一 這幾個詞雖然是簡單 但是如果你真心地去做 用心地去做 你受益無窮 你一生都會蒙福 在七十年代 有很多越南的難民 他們坐船離開越南 要漂流到東南亞各個國家 所以東南亞很多地方都有了難民營 有很多基督教的團體 他們就抓到這個機會 向這些難民傳福音 但是我看 他們傳福音的態度很有問題 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他們說 你們要做好 乖乖地聽到 聽完了 我們都給你牙縮、毛巾、脫鞋 你不乖我就不給了 他們是難民 他們不是小學生 他們不是小學生 怎麼用這種口氣對他們說話 我在想 如果我是難民 我坐在那裡 我一定不高興 你叫我聽 我屁屁不聽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語氣 來對他們講話 當你這樣對他們說話的時候 你的內心其實在歧視他們 你們都是受恩者 你要聽我話 你不聽話 就不給你了 你不聽話我就不給你了 這是什麼態度 我們要留心 有很多人在心裏面都有這種態度 在服侍主的時候都有這種態度 像我們中國 有些人本來出身很高貴 她是富家大小姐 她跟人在一起的時候 雖然沒有嘴巴說出來 雖然那個嘴沒有說出來 但是心裏面自己覺得高人一等 如果這個人 如果這個人 再生了一個壞嘴巴 什麼事都習慣批評論斷 什麼事都喜歡這個批評論斷 看這個不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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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使事情非常難看 就會使事情非常難看 如果她真的是從聖靈所生 她真的要有一段很長遠的路 把這個對付掉 她讀聖經的時候 要重視教會合一的道 要重視教會合一的道 要真正明白保羅在聖經裡面講的很多道理 要真正明白保羅在聖經上面 保羅說在教會裡面 我們都不要做審判官 你看到有人很不順眼 你看到他做的事情很不對勁 你看到他做的事情很不對勁 你會批評他或論斷他 這個就是做審判官 主說你不要做審判官 主說你不要做審判官 他做得對不對不關你的事 就是主做審判官的 所以你看到不對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不對的事情 你要忍耐 你要寬容 你要寬容 你要好好地了解她的問題 你要好好地理解她的問題 不要亂把人家定罪 不要隨便把人家定罪 這個教會才有好的日子過 這個教會才會有好日子過 所以教會裡面 不應該有論斷的事情發生 因為我們都不是審判官 所有資格去論斷人 誰有資格去論斷人 結婚的生活也是一樣的 跟你談婚論嫁的配偶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天使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天使 一定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 你自己也一定不是完全的人 你就要學習 謙卑溫柔忍耐 用愛心去寬容 一個不寬容的人的人 他一定是不得到主的饒恕 所以我們都要學習 凡是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寬容 用和平和聯絡 這樣的家一定是美滿的家 因為他掌握了和平的家所需要的秘訣 因為他掌握了和平的家所需要的秘訣 現在很多人都以為 我們家庭不合 因為我們性格不合 因為我們性格不合 因為我們命格相衝 因為我們八字不對 錯了 二十幾年前 我到巴拿馬傳道的時候 我第一次就聽到這樣的話 有一個性男的客家人 就是這樣說 我跟我的女人 命格相衝 沒有辦法很好的 我看你的各家男人 都喜歡欺負這些女人 他們開一個店 你看他們開多少個鐘頭嗎 你知不知道開一個店 一個小小的grocery store 一個小小的雜貨店 從早上六點鐘 開到半夜十二點 誰去開這個店啊 那個老婆咯 還有誰啊 她自己去哪 她自己去哪 她去賭場去 她去賭場去 她輸錢 把老婆賺回來的錢就輸出去了 這就是她的作風了 所以她說 我們的命格相衝 什麼相衝 她們從小就這樣欺負這些女人 她從小就這樣欺負這些女人 我們整天就是打打吵吵 我們整天就是打打吵吵 她聲音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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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氣又壞 脾氣又壞 所以 人人都不喜歡她 所以個個都不喜歡她 我們去傳福音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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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每個店 都好像一個監房一樣 前面有很多鐵枝 攔著外面的人進去 攔著外面的人進去 她要買什麼 她要買什麼 我買一根香煙 一根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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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传福音给你,我们希望你来听我们的福导会, 听听神的道,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你的家庭。 你刚才想说什么?我们说,请你来参加我们的福导会, 又有生意,很难传福音,但是我们就祈求求帮助我们, 带到人来参加福导会,所以我们留下传单给每个店, 他太太真的来了,他来教会聚会,听了福音,他又信了, 他信了之后,他又叫他丈夫来听,信主之后,他们生命全部改变了。 第一个改变是什么?把门外做生意的时间表改了。 那些星期天早上十点到一点,我们关门做礼拜, 哇!很大的转变。 所以他们这个吵吵吵吵吵吵吵的家庭,变了一个合一开心的家庭。 这个名格变成了天作之后,他声音大,他就大大声地做见证。 这是太奇妙了。如果不是有他们的见证,我们在那里做工作,都可能很惠心。 这么难做的传福音工作。 其实我们听来听去,就算这几句话而已。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几句话而已。 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欢容,用和平互相欢容, 用和平互相联络。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几句话。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几句话。 忘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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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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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人质大了是不是? 人质大了是不是? 不要这样了,我们不可以这样了。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欢容, 用和平互相联络,全力保守市民所赐合余为一的心。 这样我们必定有一个和平和义的教会。 我们必定有一个和平和义的家庭。 神跟夫妻来大大领导我们。 神的福气大大地临动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神来主,我们感谢祢。 祂要求我们的是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要求我们生命成长, 成为上帝真正的儿女。 祂要求我们的, 就是把最简单的真理记下来,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学习, 跟随, 以致我们能够从天上得到这种无从无尽的福气。 愿主耶稣基督的安慰, 天福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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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